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好 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呢 暂停了台湾的五载鱼,秋刀鱼,鱿鱼等水产品 包括之前禁止台湾的一些问铁水果 那么这些措施在我看来都是依法依规来进行一个暂停的 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保护中国大陆人民的食品安全以及身体健康 那么关于暂停进口台湾的五载鱼,秋刀鱼这些水衣产品 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他答了记者问 那么他表示,所谓的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的五载鱼,秋刀鱼 跟台美所报道的是完全事实不符 台湾当局的严正抗议,定是无理取了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禁止或者是暂停 现在是暂停还不是禁止 暂停说明还有缓和的余地 暂停你只要配合我的政策,配合我的要求 那么后期还是会允许你来买 如果是禁止的话,那就绝对是不可能再买你的任何产品了 包括水果 那么这次暂停最主要是为了落实食品安全法等规定 以及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的规定 这个很关键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规定 大家可以细致的去了解一下 也可以在百度去搜索这一个条令 或者是在危机百科应该都能收到这样的一个条令 这个是公开的 我希望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网友 不要听着政府说什么是什么 也应该查询一下 大陆的法令 它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不是讲依法行政吗 台湾地区不是最喜欢讲这个所谓的民主法治吗 现在给你讲法治 你就觉得不好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法治啊 是不是 我们保护我们的食品安全 保护我们的人民健康 所以说 我们对这个注册程序和境外生产的企业 实施了一个分立的一个管理 应该就是说 你看这里我们的这个有关主管部门 以通过既有的联系渠道 向台方通报有关事项和要求 看到没有 我不知道台湾的这个农业的主管部门 有没有像台湾的农民 或者是鱼农 把这个通报的要求 有没有按照这些要求去做 要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台湾输大陆的食品生产企业来进行注册 以按要求更新注册信息 并审核通过的企业 一直对大陆保持正常的出口 比方说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你的产地 你的加工的流程 加工的工艺的流程 什么样的一个生产的环境 那你这些都要备案了 对不对 你不能一个小作坊生产的这个产品 我们也来买呀 是不是 你的产地 你不可能直接去台湾了 那肯定是中国台湾了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进口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索 来这个就是海关总署的一个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这个规定是2022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 有很多条 我们专门来看这个第二章的注册条件与程序 因为这是台湾地区 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这个注册条件与程序 它不符合我们大陆的一个要求 比方说第五条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一个注册条件 我们看第四小条 要符合 所在地区的检验检疫的要求 这是第四小条 第六条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方式 由所在地区主管当局推荐注册和企业申请注册 就是一个是企业来申请注册 二个是由台湾地区的这个主管当局来推荐注册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文字 这个很关键 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 根据对食品的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食品安全历史数据 食品安全的历史数据 你以前出现那个问题 你现在再出问题 你脑粗问题肯定不对呀 是不是 那个问题水果就是脑粗问题 那个有虫子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虫子涉及着这个生物安全的问题 这个食品安全的历史数据 这个很关键 生产加工工艺 你这个加工工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来生产你的水果 来加工你的水果 是不是 你的食品的来源料的来源 你到底是从 东南亚或者从你本地方自己种的生产的 这个原料的来源也很关键的 你看这几个 这几个 这三点啊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应该就是说在这三点上 这只是其中之一 消费人群 使用方式的因素分析 并结合国际惯例 你看 并结合国际的惯例 来确定这个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方式 或申请材料 要经过风险的分析 或者有证据表明某类食品的风险 发生变化的 海关总署啊 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查 那么第七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次这个第七条 台湾就有第七条和第八条 我觉得台湾的主管部门和企业 好好的来读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口食品的 这一个注册管理企业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我希望台当局好好来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条和第八条 那么第七条啊 给大家简单读一下 夏丽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 有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 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 那么台湾就是作为地区啊 你不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呀 你想卖在大陆卖产品 你想以国家的形式 那肯定不可能 对不对 那么第七条 你这个产地绝对不可能是台湾 一定是中国台湾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地区 如果说你这个不符合 我想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网友 也不会买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也不敢买 这个我想台湾当局 特别是主管部门 一定要明确 这条很关键 肉与肉的制品 长衣 水产品 那么这次背景的主要是水产品 乳品 一样我 这蛋 蛋与蛋的制品 实用油 那这就不用说了 来看第八条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主管当局 应当对其推荐注册的企业进行 整合检查 确认符合注册要求后 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 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也就是说 你台湾的问题 这些产品也罢 水产品也罢 农产品也罢 水果也罢 那么台湾的管农业的部门 那你首先要 对这些 企业要进行 你自己先要审核检查 对不对 符合了条件之后 你再来推荐这个 这些 按以下的材料来申请材料 比方说 你的推荐函 企业名单 与企业注册的申请书 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你台湾当局办法的音乐执照 举个例子 所在地区主管推荐符合企业 本规定要求的声明 就是你 你推荐这个企业 你还要声明一下 它符合这个本 我们本规定的 对不对 你不能乱推荐企业 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推荐 对不对 你看 这不是第五条 大家很关键 如果大陆的海关总署 严格执行第五条 我敢打赌 很多台湾的这个 是达不到的 是达不到要求的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主管当局 对相关企业进行审核 检查的审查报告 必要时海关总署可以根据要求 根据要求提供企业 食品安全卫生或防护体系的文件 就是你台湾这些卖水果的 卖水产的 你的这个食品安全卫生和防护体系的文件 你要提供给我 比方说你的企业的厂区 你的厂区 你的车间 冷藏库的平面图 这个冷库的平面图 你有没有冷库 以及工艺流程 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加工这些产品 那这个就是完全完完全全的保证 我们中国大陆人民的食品安全 那这些写的比较宽泛 但实际有很多细节可以去查的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台办的 这一个声明 对不对 那这个声明呢 大陆也已经按 你看大陆也已经按照有关渠道 向台湾的通报了一些事项和要求 看没有 就是你犯了哪些错 你只要改正了 你卖任何产品都没有问题的 而不是说大陆没事找事 来恶意的来禁止你 到目前为止 两岸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地步 那好 这是讲法律层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讲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讲两岸情感的一个问题 讲政治层面的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台湾地区的网友 难道大陆没有 鱼龙吗 没有鱼民吗 大陆沿海地区 鱼民太多了 你比方说海南 比方说福建 比方说浙江 山东 只要是沿海的省份都有 鱼民 大陆的鱼民 应该说 比台湾的鱼民的数量更多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买台湾的 为什么 台湾买的那些鱼的产品 难道大陆那些鱼民 在海 在海里面捕捞不出来吗 对不对 都有 可以说台湾有的这些农浴产品呢 台湾有的 大陆都有 但为什么还是要买台湾的 这就是大陆 网友啊 对大陆政府一直不满意的 就是叫 不满意的一个政策叫什么 叫会台政策 就是因为会台政策 就是因为为了照顾 台胞 台企 大陆才向台湾的农民 台湾的企业来购买 这些产品 可以说啊 这些产品都叫 政治订单 我们大陆的 这些沿海的政府 或者是国有企业 他完全可以买我们自己的 农民和鱼民的产品了 为什么还照顾台湾的同胞 那不就是因为两岸是一家人吗 两岸一家亲吗 对不对 你现在搞抗中保台 还希望大陆人民吃你的鱼 吃你的农产品 吃你的水果 你想多了吧 谁这么犯贱呢 那就说是不是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水果 大陆水果也多啊 大陆的水果 水果产量 它是稳居世界第一 每年的水果产量 都是几万万吨 2020年都达到了 2.87万万吨 这是很很吓人的一个数据 来看一下我们的水果产量 前十米的省份 你看 随便一个省份 前十米的省份 第一名是广西 第二名山东 第三名湖南 一次是陕西 广东 新疆 河北 四川 湖南 云南 还有甘肃 新疆 这些都是产水果的 非常一些好的省份 中国大陆要什么水果 都有什么水果 都买得到 每一个省份产的水果 都比台湾多 那为什么还要去买台湾的水果吗 那不就是两个是同胞吗 两个是一家人吗 我在东南亚买不到水果吗 我在东南亚买不到鱼吗 不是 都不是 所以说 最近 所以说 最近我也给台湾的一些网友 见了一个眼 我希望这个台湾当局 你们把买美国军备的钱 拿来补贴 台湾的农民多好 一百多亿美元 你每年都在买 对不对 对 你拿来补贴给台湾的农民吗 补贴给台湾的渔民吗 都是上多少几十亿 上百亿美元的 买那么多破铜烂铁干嘛呀 你一方面买破铜烂铁来对抗祖国大陆 另一方面要求祖国大陆 还要吃你的水果 吃你的渔产品 来给你农民赚钱 我觉得大陆是不是犯贱了 我觉得台湾同胞 好好把我这一节视频看一下 真的 也希望台湾的同胞啊 把我这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 进口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了 把这个规定给台湾的渔民看一下 给台湾的果农看一下 对不对 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去注册 怎么去申请 一定要配合啊 大陆人民现在对食品的质量要求很高的 一旦出现了问题 基本上所在部门的这些主管领导是要下台的 那不是像台湾只有选举的时候才下台啊 这就是祖国大陆与台湾不同的地方 我们这里边一旦出现安全事故 主管的负责的领导是立即下台 没有你 不会再给你改过自信的机会 好 今天的我想跟大家聊天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